我把她的心轻 你把她的心悶 把她的心弹 把她的心弹 你个死丫头 你说你为了这么一个坏男人 你值得吗 你是 你是真想真想骂 你就不管了是吧 妈 对不起 你去找她了 你都知道了 傻孩子 妈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傻丫头 你扯了吗 那个 妈 出来 什么事 你说呀 那个 应该说 说我姐可能 怀孕了 确实是怀孕了 真的 已经有八周了现在 八周了 你怎么那么大意啊 自己都两个月没有来立假了 你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我有宝宝了 宝宝 这 这叶子我就当舅舅了 现在是怀孕的早期 要格外地小心 以防流产 如果哈喜厉害的话呢 或者身体感到不适 要马上来医院 好 她一不听话 我就带她来看医生 医生啊 麻烦你 这个孩子我们要打掉 为什么呀妈 医生 别听我妈的 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 医生妈妈 你准备一下手术的时间好不好 不是 妈为什么要打掉啊 妈 这个孩子我要生下来 李叔你跟谁伸去 你都离婚了 你伸给谁啊 我姐你离婚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别说了 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能做主 我要生下来 李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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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呀 妈 你不用再劝我了 这个孩子我一定会生下来的 家里现在这个样子 你生下来谁养 你跟张杨又离婚了 你生下来孩子谁管 他说你以后还要嫁人 你生到孩子 你怎么嫁人啊 妈 你少说养 李叔 妈 我去跟张杨说 他要是知道我们有了孩子 他会回来的 李叔 妈 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你相信我 他一定会回来的 李叔 李叔 你老不听我话 你都拿我转接风了 心什么心 你也那么多话 你搬我 你到底生在谁 你懂不懂事啊你 都这样了 你还说什么呀 你气死我了 你们 我到家了 我到家了 我有奖励给你 什么呀 谢谢 我走了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 因为咱们离婚了 你把孩子生出来以后 你都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再说了孩子出生以后 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大的负担 你怎么生活呀 这事都不是问题的 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吗 想要跟我生个孩子 我们俩的孩子 我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改变了 就是因为我们家破产了吗 因为我不爱你了 我跟你说过 把孩子打掉吧 好吗 老公 我求求你了 好不容易怀上宝宝了 看在宝宝的面上 把他留下来好不好 我们俩复婚 还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对不对 林叔 我跟你说了 我们早就说过 想要一只孩子了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们不可能会复婚的 孩子出生以后怎么办呢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总不能就这么放弃吧 咱们得再想想什么别的办法 就是 总不能就这么泡汤了吧 他们说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只要能找到那个叫 向晨的设计师来拍摄 那就没问题 我给你的名片呢 在我这儿呢 我给你找找 这不是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吧 行了 人在欧洲呢 不过我以前打听到 他这两天就回来 我先联系联系看 探探口风 千万不能让其他的 明山酒店抢先给他签合同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宁中旅行社 想跟我们回约 有可能叫明山酒店 提前跟他签合同 有这个可能 如果联系不到这个乡城 恐怕我们都得丢饭完 这怎么办呀 我还有好多地方 要用钱呢 别急嘛 让我联系一下 明山酒店抢先给你 梦 你拒絕了 诚意文 什么 妈 佳佳去医院了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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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佳佳怎么回事啊 医生说佳佳是先天性肾病 可能就是你怀孕的时候 输的那次消炎药 先天性肾病 姐 医生说佳佳这病的 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只要坚持治疗 还是有希望痊愈的 不过是 费用可能有点有点高 佳佳 妈妈不会放弃你的 妈妈不会放弃你 快进来 你说 乖妈不好 妈没有照顾好姐姐啊